佛法律两状大事情 一个是空 一个是有 这两状大事 你没把它搞清楚 没把它搞明白 你认为的个空 就是万虚空 你根本不了解这个虚空 虚空不空 佛家讲真空不空 幻有非有 为什么真空不空 真空能限万有 它怎么是空的 空就不能限了 它能限 像我们看这个电视屏幕一样 电视屏幕是空 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按上频道 它现象 它能现象 所以佛家给你讲真话 真空不空 妙有非有 这才真正搞清楚了 那么空跟有是一不是二 空即是有 有即是空 这怎么看呢 我们现在看电视的画面 屏幕是空 画面是有 现在这个画面跟屏幕是融合在一起 分不开的 你要是把有拿掉了 空也没有了 你要把空拿掉了 油也没有了 空有一体 空有不二 所以 会看电视的人 他也会大车大悟 他不真一空有真搞清楚了 那什么 那就是佛境界了 那就成佛了 世间人的概念 空不是油 油不是空 油就是油 不是空 不知道油就是空 空就是油 就在这个电视屏幕上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禅宗常说 会吗 你要是会 头头是道啊 足有逢源啊 没有一样不是啊 不是什么 真如自行 那就成佛 佛境里我们不远了 就在面前了 不但在面前 我们整个身体 整个细胞都泡在里头啊 啊 你想我讲的电视这个比喻 古时候没有电视 很难讲清楚 现在都得摆在面前 让你看看 什么叫空 什么叫油 啊 就在电视画面上 显示出 真空 妙油 在电视画面上 这种比喻 多似乎